位于海拔2800公尺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上 原本这里是两片相连的冰川 如今却能见到裸露的岩石表面 而这两片冰川其实已经相连了2000多年 科学家认为到这个月底 这两片冰川就会彻底断开 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阿尔卑斯山的溶冰量是过往十年平均的三倍 今年夏天热浪袭击全欧洲 阿尔卑斯山冰川的消融速度 更是60年有记录以来最快的一年 有登山客造访这个滑雪胜地 起眼见证冰川的融化 无不感到吃惊 而这两片冰川分开之后 或许就难再重新牵手 有专家认为照这样下去 瑞士1500座阿尔卑斯冰川 有半数将在未来30年内消失 而南极洲的史威兹冰河面积约有五个台湾大小 但随着气候变迁它很可能崩溃溶解 若是全部融化足以将海平面提升超过四公尺 危及全球四成人口 因此又被称为末日冰川 科学家认为虽然现在无法预测冰川核实会完全溶解 但在未来75年内减少碳排减缓暖化速度 将成为冰川存亡的关键 接着的最后报道